黃國老師 什麼生肖命格的人 永遠都能夠熱力四射 也就是說這種生肖 它本身很有魅力 很有熱情 然後能夠魅力四射 那麼這種生肖一般來講 我們生肖有分為金木所有土 基本上是比較是木火的生肖 木火生肖把它木火相生 能夠把這個散發出來 熱力四射 好 我從第三名開始講起 第三名呢 是 努力進取 發光發熱 也就是說這個生肖 它本身很有才華 很有才藝 最重要的他能夠 那個把它表現出來很熱情 好 這個生肖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蛇的朋友 那屬蛇的朋友呢 而且還要看月份 月份最好是一月二月跟四月五月 因為一月二月是木的月 四月五月是火的月 木火相生 這個月份屬蛇的 那麼他本身就所謂的 魅力四射 熱力四射 那我舉例這個屬蛇的人 以政治來講 我們講的項羽 毛澤東 林哲許 如果是以學術來講的話呢 畫陀 王羲之路由 那如果說演藝圈來講 那更多了 演藝圈屬蛇的 例如說郭富城 林鳳嬌 鳳飛飛 劉嘉玲等等都是屬蛇的朋友 他就是熱力四射 好 其實我們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是 身積蓬勃 光芒四射 他最主要是這種人有自信 這個生肖的人呢 他帶朋友非常的熱情 那麼在他的朋友也能夠感受到 他的熱情 他的熱力出來 那這是什麼生肖呢 這是屬兔的朋友 熱力四射 因為兔是木嘛 剛好又是木火相生 Coco很靈活喔 兔 我有預感耶 我有預感是兔耶 月份當然 月份如果有是更好 月份是十一 十二跟一二農曆的 這也是因為相生的關係 水生木 木木相旺的關係 那我一次舉例子 以政治來講有名的是劉秀 就是漢光五帝的劉秀 三國時代的周瑜 以學術界來講服飾 那演藝圈來講更多了 例如說梅艷芳 湯蘭花之類 這幾個人都是屬兔的 桃花星耶 對 兔也是桃花星 知無貓友的裡面的一個 對啊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名的 貴人 貴人 貴人很多 第一名的是 神采飛揚 魅力無窮 那當然他是屬火的生肖 那麼這種人他是開朗活潑 很帥直 那就是說他跟前面比不一樣 這是你朋友能夠感受 那麼第一名是直接 他就有那個自信 他發揮他的力量 發揮他的熱力出來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這是屬馬的朋友 那麼月份 月份是跟剛剛第三名一樣 因為馬跟蛇都是屬火的 那麼月份也是一樣 一二木 五四五火 那現在就是更明顯了 我也是舉出那麼有名的名人 政治方面來講 陳吉思汗 康熙都是屬馬的 那麼學術方面是趙元任 那麼演藝圈來講也更多了 黎明 王祖賢 張曼玉等等 真的所謂的是魅力四色 熱力四色的一些生肖 當然應該十二生肖應該都有 我舉出這比較有名的前面的 比較明顯的前三名 那給觀眾朋友做參考